我們要去哪裡? 去! 瑞瑞! 換第二個帳篷 第三個 氛圍慢慢出來了 燈子 外美 我們要準備出門 去一個地方 沒有帳篷 阿蛋 然後你要飛骨 好愛 去! 去! 欸! 去露營之前呢 因為我們只準備了露營的晚餐 我們沒有準備午餐 就是會路過羽木地 剛好禮拜六有一個假日市集 我們就來市集這邊先吃一吃 但是因為那個營區 它完完全全沒有序號 建議大家如果你們要去的話 去之前一定要先下載離線地圖 每個街市集這裡都要吃 每個街市集這裡都要吃 一開始買 這兩個人很餓在吃 好多東西可以逛 你過馬路對面也有很多小小的商界可以逛 所以我真的蠻推薦大家 如果你有在昆州的話 一定要來一團這個市集看看 欸! 他太認真多人了 我一直講話 我一直講 有人偷鏡 有人鏡頭突襲 害我嚇一跳啦 YES 來一個披薩 它超特別的 它竟然是用炸的 然後再這樣煎 麵團它們都是現館現用這樣子 超級的 聽說很好吃 再來一個這一個 大阪山 我之前來的時候都很多人排隊 所以我沒辦法認真拍影片 因為這台會亂的太多了 聽起來的話也一直抓到別人 怎麼就先把東西買一買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回去吃 大辣 但這個是我之前來沒看過的新的店家吧應該 大阪山 叫了 走 走 走 還有兩個人現在才剛來 好在這裡 TERRY來個廣告的感覺 廣告舞的感覺 有了 咖啡子也可以是照片幾天 正常一張 正常一張 照片幾天 哈哈哈哈 孩子們現在在挑包 完全忘記要露營這件事 哈哈哈哈 哎呦呦呦呦 已經正式進入 無往的地區 這裡就是我們營區營地的入口 現在呢進來到它的營地了 然後大約是在你進來的前 二十幾分鐘開始呢 就會沒有訊號 超級多人的 呃 這一個駕唇其實還有很多 幫我們這種 去走啊 滑獨木舟啊 什麼都有 現在呢check in完成 那因為我們是訂那一種自己扎營的 所以呢進去它的那邊 會有一個gate扎門 然後這個是它的地圖 我們這次訂呢 是這個gums area 那這邊是它的reception 所以我們等一下必須從這邊 這個卡閉了之後 然後整台車再開進去我們這裡 左邊 左邊上去 然後到底對不對 左邊 左邊 左帶鼠 左帶鼠 挑戰鼠 我們太晚來了 然後很多地方都有站人 因為還在糾結中 但是現在已經快點13點了 我覺得我們應該搭完帳篷 就可以直接吃晚餐了 第一個挑戰者 要去來搭帳篷了 現在呢也要來搭帳篷 分了兩隊人馬 然後另外一個朋友 他們就睡那邊 然後煮飯就去那邊吃 因為他們那邊地比較平 可以煮東西 然後我們呢就在這個地方 打釘子 打釘子 那個釘子在哪裡 他們要打釘子 你們要擦鞋的 不要擦直的喔 然後包子不要亂打欸 還是叫專業的人打比較好 然後這個就可以這樣子包上去 就這樣嗎 這樣就不這樣 一直這樣 哇 完成 成了 我的外帳啊 在這裡 成了 外帳還不錯 老闆鞋 老闆鞋 哪一面是這邊的 換第二個帳篷 OMG 在我們的營地旁邊 超大的 搭完帳篷還不知道要幹嘛 就是一個很熱 那也還沒到吃飯的時間 踢球的踢球 在那邊踢球 然後呢 其他聊天的聊天 那這是我們的帳篷 我們這次只是買了這個8塊錢的帳篷 二手店買的 然後還有那個睡袋 跟朋友借了氣墊床 還有跟朋友借了露營儀 還是我們借了超過公司 我們這次還跟了一個專業的朋友 他裝備超齊全的 超厲害 要開衝氣墊床 喔 很快耶 那就是他們的這個度假睡的酒吧 他也有賣冰 然後有餐廳 然後Reception的旁邊就是他洗澡的地方 前面這邊就是他洗澡的地方 看一下喔 滿乾淨的耶 就像游泳池的那種洗澡間 陣上呢 我覺得這間露營地的缺點 唯一的缺點就是 他人真的很多 上個禮拜開始是澳洲這邊的學校的週末假期 他們放了三個禮拜吧 所以呢 週末就會非常多人出來露營 時間點了很多袋鼠都已經出來了 所以我們要跨越這個封鎖線 那邊就有一群袋鼠 大袋鼠 聽說他們半夜的時候還會跳到我們帳篷的地方 那邊就是我們的帳篷 地上超多袋鼠大便的 你看這隻看著我們 欸 很近喔 但是我不敢再近了 畢竟怕被打 手機看可能會很遠 但其實我們真的跟他們一定很近 環境超棒 超舒服 但這缺點就是人太多啦 看 他們還給我專業道準備這個圖耶 有太多找嗎 沒有分 不知就知道 晚上分我也趕直接出來 他們要翹翹的 大家要去撿木頭 因為我們等一下要來烤火 小姐 他們說不行 太粗了怕燒不動吧 哈囉現在 夕陽慢慢落下 時間五點半 我們差不多要準備吃晚餐 所以大家就聚集聚集 開始準備 唉唷打架了打架了 上上 哇哇哇 夢想看 他在烤火啊 氛圍慢慢出來了 燈都開始點起來了 So good 各位這是鳥叫聲 好了安靜 越來越有感覺囉 好 哦 好 看 哇 天色漸漸暗 你們要嗎 可以吧 摄影師喔 你整帶給我好了 所以要忙去拿盒子 這一直很認真的 開箱火鍋 你用杯子來 他在那裡 開調了 喔喔喔喔喔 拉茶拉茶 喔喔喔 來來丁丁靠近 他一直在顧這一爐喔 他在吃飯他就一直顧那個喔 烤棉花當中 真的喔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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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需要拿兩個冰塊出來 拿兩個冰塊 夾囉要夾囉 夾 夾冰塊 好軟喔 快點快點 這樣是這個 好喔這個喔 那比他破掉 等一下 現在成為第一批人馬先來洗澡 在時間十點鐘 兩天想吃點心 現在在給我煮盤果爆麵 古賴不知道吃幾輪的那個 冰花糖 現在那邊在口香醬 吃吃吃吃 可不可以甩嗎 到底在不能吃 這超什麼 我拿一桶子 這超 這超脆的 這超脆的 拿到臉 喔喔喔喔 是 這超脆的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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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 女子宿舍 進來裡面 因為很溫暖 我們帳篷太冷 早安各位 現在時間是7點半 我昨天呢 大概是2點才睡午 早安 但是呢我現在不跟你們介紹了 因為我會醒來的原因就是 姐真的超想大便的 所以呢是我們昨天收拾完的餐具 等一下大家在一起收 我們剛剛住的那個Gumms Area 走過來大概5分鐘之後 這裡是公共廁所 那他的Reception那邊還有廁所 這一塊就比較特別 整塊雲地裡面唯一麵糊的 所以有些人會喜歡玩車上摩托車的 他們拖到這裡來 然後直接玩 然後有袋子跳進來了 但我昨天其實在睡覺的時候 我的帳篷在那嘛 然後我就一直聽到有動物在我們旁邊跳的聲音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帳篷內部 我們現在已經氣墊床洩氣了 這次是我的朋友 他就進入我的那個大便池 所以我們就在延長線這樣 現在呢時間是早上9點半了 我們這邊是要10點退房 所以呢大家現在在等力中 我覺得是一個很棒的體驗啦 會是當過兵的女人 把一個帳篷可以折到那麼極致 早上的睡袋也是 手手手手差不多啦 趁現在來大便 我就帶你們去看一下湖邊的那一排 Tent Side 個人是覺得 麵糊的地方是適合夏天來 因為我看到很多人就是帶自己的 SUP啊 獨木舟 然後游泳 這邊它就會有分 這是幾號營地 因為這邊是有分配區 像我們租的那地方就是沒有分配區 水非常的乾淨 漂亮真的很像鏡子 鏡面的感覺 然後這邊就是沙地 你看其實我已經拉三倍近在拍了 所以那個人離我非常的遠 你看我如果正常的話 他離岸邊蠻遠的 但是他才到小腿柱而已 所以他很淺 小朋友來玩其實也都還蠻安全的 招式完畢 返程啦 我們的Camping 還有這裡 你好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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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排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